生活条件的恶化、经济的衰退,会让人们试图找出问题的原因。 这时,一些政治极端主义者便会沾路头脚,他们会指责某些群体,并扬言只要除掉他们,社会问题就会消失。 这会使得因种族、宗教、性取向,或有某些身体残疾而显得有所不同的人,被蓄意消灭。 这种现象被称为种族灭绝。 通过参考种族灭绝的十个阶段,我们可以去了解那些反人类罪行是如何发生的,从而尽早发现,提前预防。 第一阶段是划分。 极端分子会根据不同的特征,把人们划分成不同的群体。 这通常会引起群体间的对立,或者为已有的社会问题找一个替罪羊。 第二阶段是强帖标签。 这一步涉及到给另一个群体的成员按上不同的符号或名字,以达到分裂社会,划分清晰界限的目的。 第三阶段是骑士。 通过利用其权力占主导地位的群体,会剥夺其他群体的某些权利或特权。 他们会制定特定的新法律去限制边缘群体的自由,使得欺凌事件增加,社会分裂加剧。 第四阶段是聚人性化。 这些目标群体的人格受到贬低,被刻画成某种动物或疾病,将一个人的人性剥离,意味着针对他们的暴力行为会显得理所应当。 第五阶段是组织暴行。 到这一步,表示统治阶级允许这些暴力行为,甚至是由国家资助民兵组织去实施暴行。 在某些情况下,这些行凶者正精心计划着下一步种族灭绝的行动。 第六阶段是极端对立。 极端分子开始妖魔化目标群体,并试图通过要求群众站队来完全分裂社会。 主张缓和紧张局势的人会被视为敌人,并被噤声。 第七阶段是屠杀准备。 不法分子开始计划进行大规模的屠杀。 他们会通过受害者的姓名或电话号码来确定其身份,找到其住所。 或许武器或是建立设施来辅助行动。 第八阶段是正式迫害。 暴力升级了。 目标群体会被系统性地遭受骚扰,被迫流离失所或是受到其他刑事的虐待。 通常,所有这些行为都会被掩饰为安保行动。 第九阶段是实时灭绝。 大屠杀开始了。 施暴者认为那些受害者算不上人。 他们正在清除世界上的不良因素,并以此为理由滥杀无辜。 第十阶段是否认罪行。 实时暴行的人会否认他们的罪行,销毁证据,指责受害者,并试图通过改写历史来为他们的行为进行辩护,并声称这是为了更大层面的利益。 这就是为什么,在种族灭绝事件之后,必须追究罪犯的责任,并且必须关注和妥善处理事件所造成的创伤。 只有这样,幸存者才有可能会被疗愈,社会才可以尝试重新团结在一起。 需要注意的是,这十个阶段可能不是现行发生的,它们可以同时发生。 观察到这一现象的格雷哥里斯坦顿博士认为,尽管最终只有通过国际干预才能阻止这种灾难,但还是建议要采取预防措施来应对每个阶段。 在德国,柬埔寨,卢旺达和其他地方,外部援助对于太多人来说,往往为时已晚。 这也是斯坦顿创立种族灭绝观察组织的原因,这是一个非盈利组织,目的是帮助预防下一场悲剧的发生。 你认为呢,仅仅掌握知识就足以预防种族灭绝事件吗? 如果不够,我们还能采取哪些措施来避免下一次人类灾难呢? 请在下面的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吧。 如果您觉得本期视频对您有帮助,请观看我们其他的视频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 如果您想支持我们的工作,请登陆Patreon.com Spross加入我们。 想要了解更多信息和获取更多内容,请访问SprossCourse.com